词曲 李宗盛 妈妈说别人都靠不得 闺蜜说我想太多 有时有点胆怯 有时少点坚决 幸福要怎样才能把握 错越多 错越多 那是指口应该懦弱和懒惰 我不怕 谁没摔过尴尬过 小心翼翼怕脱 不如大方洒脱 我不吝啬给自己承诺 做越多 越收获 哪怕一天一个小小的糖果 舍不得 心里也是甜甜 淡滴滴的快乐 是投入的蜜蜗 给自己留一点颜色 画个美的生活 画个美的生活 啊 画个美的生活 啊 画个美的生活 赶紧 爸妈之间有事 肯定是大事 我前两天啊 给妈买了件衣服送回来 我就觉得他们俩之间不对劲 但我也没多想 老庄和他那老伴 那天就在那个菜市场 这么多年了 我是头一次见他俩吵成那样 为了一次 说是为了个谁 爸 爸呢 夏棋去了 不管是夏棋 还是编了别的接口 妈都知道爸到底去哪儿 只是他不肯说 这个秘密 就是他们俩吵架的原因 我一直没太在意 也没往深处去想 爸妈之间到底隐藏了什么秘密 直到今天装中这一通电话 我才觉得爸妈之间这个事 已经是大事 我翻遍家里面各个角落 我都没有找到爸说的气数 自从有了备院以后 家里就没有其他的饮料 所以爸不可能是看错 或者拿错 还是故意要喝那个毒药的 半瓶都喝进去了 半瓶都喝进去了 这代表爸他是一心扶死 我就在想 爸是遇到了什么难关 能够让他去喝一老鼠药 让他一死了之 就这些啊 这还不够吗 我觉得这事 可能没这么严重吧 是不是有点太过于担心了 好 本人庄建华 因自身原因准备离开家人 与任何人无关 这份遗嘱上的内容 我没有和老伴李中秋商量过 一切都是我个人的想法 仅供老伴未来分配遗产参考 家里目前的存款 家理财公计七万六千元 留给长子庄严 房产证为本人名字的旧楼房一套 留给次子庄重 什么情况啊这是 我去问我爸 吃什么要这么兴奋 干什么去啊 小八十 这爸写了一半的遗嘱 没写完就给扔了 肯定是不想让咱们知道 你现在要去问的话 他也不能说呀 有什么不能说的 为什么要撒谎呢 这老人到这个年纪 心里有秘密 别到想自杀立遗嘱的地步 一般有三个可能 第一是绝症 这不可能 上周我带着我爸和我妈 去做的身体检查 可健康了 第二 是一辈子的积蓄被骗光了 绝望了 天塌了 这也不可能吧 这也不可能 那遗嘱不写 钱都留给我了吗 第三 是男女之事 老人一辈子的清白 一辈子的声誉 儿女的尊严 还有脸面 都在这儿了 你看哥嫂 这两年就要给他都生了孙子了 是什么事 能让爸都等不及看自己的孙子 我觉得 第三个可能性最大 妖妖 你又叹什么气 你又知道什么 不可能啊 这都过去多长时间了 不可能啊 老婆 我还真没想到啊 我爸会把房子留给我 我还以为他更横我哥多一点 你说哥会不会多想啊 这事啊他要是多想 我也没办法 算了不说 我觉得眼前啊还是想想爸爸 你说我爸会不会又想不开 又自杀又喝药什么的 要不我们还是搬回去住吧 我也能看着他点 这样我心里也能踏实点 这一个人要是真的想 那个什么的话 再怎么看也看不住 就算你搬回去 爸也会拿别的话瞒着你 你说得太对了 怎么办呢 瞅死我了 这五个指头啊 十个一样长 你怎么得了 你怎么不想要 你怎么办 这人是你的 啦 你怎么办 我呢 我不是 祝我 那屁是 你而言 多亏 那屁的 来啦 我来一碗那个牛肉面 有传统的 好 行 您好 那边去啊 谢谢 您好 您好 我要一碗牛肉拉面 一碗西方式鸡蛋面 外加两个茶叶蛋 外加一瓶雪碧 这是正好的钱 那个卤色给我多加一点 还有牛肉也要给我多加一点 现在牛肉拉面里边都没有牛肉了 不够吃就再加钱呗 怎么不把人一锅肉都要了 那老板愿意给我为啥不要 你当然肯要了 为了一锅肉能等半个钟头 你倒快点呀 我们都排着队呢 不是 你这人是咋说话的呀 那老板又没说排队要现实 你要是闲着人多不愿意排 你可以去隔壁嘛 隔壁不是排队 你怎么说话呢你啊 你松开 我怎么了我 你这人怎么会说话 你说话干嘛 动手动脚 我动手怎么了 我没打你就不错了我 距离这转楼越来越近 我的心跳越来越快 我还是没想出来 一会儿见面的时候该怎么开口 一个白放苍苍的老头 一个二十出头的小姑娘 年纪相差了两代人 让外人看见怎么说 要是传到婆婆耳朵里 吃药的就是她了 行atha 吃药的 rom серьез 青快了 我 nimmt她的车给你 structured allen纪也聊不觉 吃药是什么也飓了 几位做得多了 ή 你吃 你吃你吃 limited 尝一口 来 你谁呀 瑶瑶 爸 哎呀 哎呀 这段时间的理财产品 好像也就是那样了 到头十个点的逆袭 没劲 还是上次你们说的 那项目有意思 怎么样 是不是最近又有新消息了 这大这个天在聊什么理财呀 现在吃饭了都快成问题了 你看看你们的菜啊 要不是我在后厨盯着 你们能吃得那么可口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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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说现在找一个好阿姨 怎么就那么难呢 难吗 难死了都 我家一个遛狗的 一个做饭的 没一个省心的 不是搞碎了我的古董 就是做饭难吃 你们也知道我是南方人 倒不是说非要吃得多清淡 起码得让我咽得下去吧 没戏 挂面都煮不来的 您这话说对了 我告诉你啊 好厨子 清汤挂面也能给你煮出个鲜味来 我们家来宝贝真不是我夸他 什么从南到北满汉两溪 凉热冷昏东纳西酸 全都不在话下 就算是冰箱里面只有一盘小虾米 也能给你弄两盘海鲜出来 厉害啊 怎么那么省呢 夸大了吧 不是 真的 真的 我告诉你啊 刚开始呢 我也觉得很奇怪 怎么那么手巧啊 后来一问才知道 人以前是给那个唱歌天后做饭的 最擅长的就是煲汤了 我告诉你们啊 他煲的那个汤 你一喝下去以后是从喉咙到肚子 那叫一个爽 你们也知道 这个歌手是最怕上火的了 所以 别光说啊 边吃边聊 要不就您会吃完两盘的 我说 你哪儿来的这么好的运气啊 天后家的保姆都被你哗啦来了 还有 运气真好 这么厉害呀 哪天到你家尝尝去呗 好的好的 去 好意 一起去 好 好 好 一起去 一起去 来 喝酒 喝酒 去我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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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 双忠 乐乐怀孕了 我马上就要那么大了 我现在啊 你咱们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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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 老爷子 老头 告诉你搞消息 乐乐怀孕了 你马上就当爷爷了 乐乐怀孕了 你要当爷爷了 怎么了这是 爸 您说吧 我支持您 你 认真 之前有个事一直瞒着大家 这个事 庄严是值得的 瑶瑶说得没错 这件事情也是奶奶告诉我的 没想到这事过去了这么长时间 怎么还有续集啊 到底什么事你快说呀 咱爸咱妈呀 从小定的是娃娃亲 这事怎么定的呢 是爷爷跟老爷 在喝酒的时候 把这事定了 那也不问他俩同不同意 那咱妈是同意的呀 她喜欢咱爸 觉得咱爸长得帅 可是咱爸呢 有一个青梅竹马的姑娘 而且俩人特别相爱 本来咱爸 是不同意这门婚事的 而且也可以退婚的 可你们知道 那咱爸是一个孝子啊 就像我一样孝着 所以呢 这个娶了 那女的就惨了 她是一直等咱爸呀 直到现在人家都没结婚啊 巧的是这事 我妈又知道了 那她俩呢 为了这件事情打得呢 是不可开交啊 一直分居了很多年 直到奶奶生病了 瘫痪在床 咱妈是端屎端尿 整整伺候了三年呀 她俩关系才缓和 才过上了正常的夫妻生活 才有了咱哥俩呀 瑶瑶说这事迟早都得知道 我想了想也是 所以今天就算是 正式公开了吧 不认识了 瑶瑶 妈 你听我说 乐乐怀孕了 你跟妈笑楼 咱们去买只鸡 给她炖汤喝吧 走 走 你说我爸还花钱 给你老太太找一个 年轻的小保姆 我妈知道这事还不在意 她任由自己老爷子 在外面这么折腾 她不在意 你先别激动 你听我说 不是 我激动了 我没激动 不过瑶瑶你听我说 这是我妈呀 你想过我妈的感受没有 那我爸在外面出轨 你让我妈 你听我说 你先听我说 咱爸没出轨 他就是去照顾他初恋女朋友 再说了 你想想 如果你不支持我不支持 全家人都不支持的话 爸肯定还要再找机会去自杀 到时候你怎么办 不是 那 这 你得做好心理准备 什么准备 他们俩啊 应该是回不了从前了 我从妈的眼神当中 能看得出来 这些都不是重点 我就问你啊 你为什么要冒着得罪婆婆的风险 去帮那个老太太说话 那老太太怎么买通你的 是我自己决定的 老太太什么都不知道 在我没见到她之前 我是想不通 为什么爸在这个年纪 要犯这样的错误 就算她要去照顾 那个初恋女朋友 她为什么要用自杀来威胁妈 去接受这一切 除非 不会是我妈吧 会不会是你爸 你让开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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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家里出什么事了 你俩先坐下 我给你说家里出大事了 先坐下说 确实是出事了 而且出大事了 不过是一件大喜事 我是来给你俩 报喜来了 我呀 今天带乐乐去耗卖了 找了一个老中医 特别的准 她一耗是个男孩 我要当爸爸了 我自己都没有想到 我有个儿子 瑶瑶 庄庄 你们俩有侄子了 这刚怀上 就能摸得了是那是你 好事啊 哥 祝贺你啊 最高兴的呀 不是我 是咱爸 那他平时啊 一顿啊只吃一碗米饭 那今天一顿就吃了三碗 还非拉着我跟他喝酒 那说以后什么事都听我的 主要是爸啊 让我给你俩啊 带句话 前这儿啊 他不是立了个遗嘱 你俩都看过了吧 他今天得知 乐乐怀孕了 而且是一个男孩 他非说要把这遗嘱改了 那要把那个房子呀 给我 我当时又急了 我说不可能的 你那上面写得清清楚楚的 白纸黑字 给庄重 你现在给我了 你让庄重怎么想 你让瑶瑶她心里怎么想呢 他 可是 你们俩也知道 爸这个人啊他就拗了 他说啊 那份遗嘱啊 他呀就稀里糊涂地写的 那当时也没想好 所以扔了 没给大家看 是不 他说啊 他经过几天 深思熟理 又拟了一份 你二位看一下 我呢实在是拗不过咱爸 我说我不要 他说我都写了 你一定要要 我只好收下了 瑶瑶 其实这件事啊 当搁的不应该跟你说 没事 哥 我们还是应该尊重一下 老人的意见 没关系 大气 还是我弟媳妇大气 这一万块钱 是哥自己的钱 你们知道 哥是一个重感情的人 爸爸遗嘱改了 哥心里过意不去 这一万块钱 就算对你们的补偿 说一下吧 什么人哪 神经病 我话还没说 忘了他倒走了 你这都什么保姆啊 这都 您要求吧 这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 还不给加班费 这鲁川月敏 苏浙相辉 八大菜系都得会 这还得系着安全带 给您到阳台上擦玻璃 这要求吧 还真是高了点 那你说什么要求算低的呀 什么是高端客户啊 不就是要求多一些吗 我又不是社区大妈 找个陪聊的 算了 算了 那保姆我看是没戏了 有没有好点小时工啊 给我推荐推荐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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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姐 我知道 我知道 这不正带着两保姆 在外头学新菜吗 肯定得让你们吃好啊 今天呢 立会开始之前 我给诸位介绍一位新同事 姚姚 姚律师精明能干 判断准确 尤其擅长各类复杂的婚姻诉讼 轰动律界的六起官司 就是她所为 所以希望大家以后多交流 多沟通 一定要团结 一定要相互支持 是 肖董啊 你跟瑶瑶都是婚姻官司的高手 希望你们呢 能够多交流 肖律师 知道了 辛苦了 明白 把头抬起来嘛 这就对了 都是同事 你说你不说话 这别人也不知道 你具体是怎么想的 对吧 而且几位新来的同事也说了 你根本不给他们了解和这接触的机会啊 我是单身 目前没有谈恋爱和结婚的打算 所以接触和了解就没有什么必要了 我认识很简单 没有什么业余二号 也没有什么业生活 可以二四小时铺在工作上面 电话除了在飞机上的时候 哪怕洗澡 还有游泳的时候 都是保持肠痛的 电话号码呢 就在那部通讯录上面 该有什么事情可以随时找我 我非常愿意消劳 怎么着 这样说可以吗 好 没问题 排花齐放嘛 我早就说过 在我们这儿 欢迎任何有个性的人 只要你们能打好官司 哪怕你们在办公室 点烟花 放炮主 我都不管 来来来 快请你面坐 美女啊 这家布置得真不错吧 又精致又温馨啊 哪可比不上你们的 来来来 快请坐 环境不错 谢谢 谢谢 怎么样 咱们这儿好找吧 还是 就是啊 这是紫棋东来 这是天元地方 这是在天月座比翼鸟 这是大猪小猪落玉盘 这一道菜呢 是花开富贵 真的吗 这一道菜是钦丝烹腾 这一道 等等 这一道是锐血火山 这哪里是厨师啊 这简直就是艺术家嘛 真是 几位阿姨不要看今天这个素菜 夺荤菜少 但这些啊 你看看 这个黄瓜 这个西胡柿 这个生菜 这个胡萝卜 那都是绿色纯天然 无添加 无激素 无污染的 就连我们今天请的这位厨师 都是从山里来的 看看这肤色都是纯天然的 好好好 对啊 我妈知道几位阿姨这个嘴雕啊 要不是今天 我们实在是找不到 这个人参果 要不然咱们今天 就长命百岁了 可真要打 你真可说话 那个 几位阿姨先吃啊 我这就去取 用雪山珍稀限量矿泉水 浇过的空运鲜榨 新鲜的石油汁给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你 姑娘 这是什么呀 晚上还敢吃吗 你看这都一出家 你这女儿啊 里里歪歪一把手 在外面呢是大律师 回家那个是乖女儿 我们啊都羡慕死你了 就是 是啊 真是 可别这么说 我是烦都反不过来呢 她今天本来要给那个 唱歌天后打离婚官司的 都要开庭了 结果硬是给推了 非得回来给我打下手 说要陪阿姨们吃饭聊天 我说都说不听 你看看 这孩子大了就这么不听话 烦 这哪里是不听话呀 这明明就是懂事 对啊 淳姐 你怎么不去郊区住啊 你家郊区不是有别墅吗 住这儿多乱啊 还不是赖我那女婿啊 刚装好的连牌 非得给我拆了重装 说什么 甲犬超标万分之一 万分之一啊 你们说她这不是吹毛求疵 是什么呀 有毛病精神 还是阿姨 对你好 多好啊 田园路哥马上就好了 请姚律师过来断一下 来了 有这个汗流的呀 我 我知道你心里有气 我这一肚子气呢 我跟你说啊 谁让你取得我呢 你就得受得我嘛 就当是满意赠意 你想出来退不了 我哪敢生气呀 是吧 你看你是什么身份呢 别靠太近 别绷着你啊 没什么事出去吧 没完没了了 逗你了 给老丈母娘做饭 这不是我应该做的吗 是不是 我跟你问说啊 你别拦着我 以后再有点机会 多让我表现表现 我可高兴了我 老婆 怎么样 你看我这样儿 像不像武器林大师 你要是去餐厅工作的话 这么比护士还多呢 来 但是老公 那萝卜是不是没放盐啊 你不懂 这叫清清白白 放了盐呢 口感就泡了 那就不是纯天然的了 你看这汗 这汗多的 我来拿点醋 来 醋 醋 醋 来 醋 你老公事业心强 总是不能陪在你身边 现在在美国 你跟那小帅哥 拉拉扯扯 阿姨也能理解 可千万别让人看见啊 年轻的时候 阿姨就吃过这亏 阿姨啊 都是为你好 厨子 总归是厨子 他不配你的 你可别让他给蒙了 骗了啊 听见吗 妈 这种事要是传出去的话 我都不知道怎么见人 妈咱不能老充有钱人 再怎么样一口气 也吃不成个胖子 打中脸也不能变成胖子呀 好在庄中有一手好道工 您下次要跟外面人说 家里有一个柔道七段的保镖 我们该怎么办呢 做顿饭而已 你看看你 情绪这么激动 来来来 快快吃点那个 锐血火山下下火 你知道什么呀闺女 我起了这顿饭 就能换来一个好的项目 这一桌子萝卜 换一个亿 换成你 你干不干 一个亿 来尸体 进来来 爸 妈 你们怎么来了 坐 瑶瑶 麻烦你 给我们 办一下离婚吧 我们是自愿的 要是能的话 今天就把手续办了吧 您中午想吃点什么呀 您中午想吃点什么呀 随便 什么都行 我要是能像您这么有钱 那就去买张彩票 买它一个富士 要是赚了的话 就能翻番了 那我到时候 可就成有钱人吧 来 您坐 慢点 好吗 喝点吧 这是你这几天的工资 你要是想买呀 你就去吧 我在这儿等你 谢谢大妈 他们都说我这人 钻前眼里边了 只要是 真拿我自己的钱去买彩票 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呢 我就是看他们中奖的眼馋 这 这钱 怎么 不对啊 不不不 对着呢 大妈 大妈 您下个月能不能给我涨点工资啊 您别误会啊 就是最近大爷他不是老来吗 我活儿干的也比以前多 别人家都在涨呢 玉芬哪 我 大妈 我知道您也不赋予 我知道您也不赋予 但我有点生活呀 您别生我气啊 我不生气 我生什么气呀 我都这样了 我还跟谁直气呀 玉芬哪 你 上别人家找份活干吧 大妈 大妈 您这是要开除我呀 不是 你看你庄大爷最近总过来能帮我 我就不麻烦你了 不是 大妈 您别省我气 我说那话真没有 我 不是 庄大爷他是不是要搬过来住啊 这可不是我说的啊 大妈 那小区里边好多人都在说呢 您说我要是万一真的走了 那 那里边嚼舌头跟子的人可真多 您不介意 那老头儿还能不介意吗 大爷可是有家屎的人 是啊 你说的也是 除非他 吃酱鸭药了吗 吃了 我跟你 买了三个多月的 记着快吃饭之前一定要准备好 别买错了批号 我知道了 您放心吧 冰箱里那些剩菜别放时间太长 我不在了 你一个人也吃不完 该扔就扔吧 别吃坏肚子 你以后 要少喝一点酒 他不知道 你有老胃病 你那溃疡还没有全好呢 以后 就得你自己照顾自己了 就得你自己照顾自己了 是 他不会向你天天提醒我吃药 他也没那个精力了 一个正派了一辈子的老者 完全不计后果 破釜神咒地脱离家庭 除非对方的生命 已经所剩无期 是癌症吗 还能活多久啊 如先癌晚期 已经查出来半年多了 可医院也不知道 还有多长时间 一个时日不多的人 身边的人 往往会给他提供 以往没有机会满足的东西 这红烧肉 炖了两个多小时 这份弥补是如此地坚决 庄重的父亲不惜用自杀 具体一个绝症者圆望 但出乎我意料的是 我的婆婆 和她相濡以沫 几十年的发期 竟然在绝大多数常人 都迈不过去的坎上 轻巧地抬起了腿 世间的爱有千万种 最动人的是 将心比心 这就是我的婆婆 最真诚的母亲 纽约的那个老李 她跟我说 早就想让你入队了 你要是有兴趣啊 她给我打过电话了 她说是你求她的 不过她说我扭得不好 就当是走透门了吧 那降血脂的药 你可别忘了 大凡这个岁数 除了互相提醒吃药 也没有别的什么嘱咐的 你可别忘了 咱们都老了 我就是担心 有一天 我忘了吃药 睡下去以后醒不过来 那我就再见不到你了 你说家里住得多好 你说家里住得多好 妈做的菜又符合你口味 你非点回去住 我要想你跟宝宝了怎么办 你们家现在这个环境啊 不利于孩子健康成长 不她没出来呢吗 你别告诉她不就忘了 胎脚 我现在讲究的是胎脚 咱们不能教些孩子好的 总不能让她 在这种环境下成长吧 你别提这个 一提这个我就来气 你说俩人那么大年纪了 还闹什么闹啊 这孩子一出生啊 就没爷爷 不是没爷爷啊 爷爷还是那个爷爷 多了个奶奶 妈说 老太太的病不在身上 在心里 她这一辈子 没能跟爸在一起过过一天 死了也不会眉目 作为女人 她能够理解到 那老太太这一辈子 心里有多苦 所以她才决定离婚 我觉得她妈是一个 伟大的女人 伟什么大呀 那癌症她能活几天呀 非得用得着离吗 就是因为活不了几天 妈才主动提出离婚 这样她们就能 名正言顺地结婚了 绝对不行 这事由不得她们 我就一句话 不同意 庄重 你说句话 你不同意 我不同意 这事又不是我们能做主的 爸什么脾气 你又不是不知道 对不对 对个屁呀 这事可以理解 那老太太也值得同情 那咱妈呢 咱妈就不值得同情吗 哥 你别着急 慢慢说 我慢不了 我着急 你陪她们去离婚 这么大的事 你不跟我商量商量啊 哥 离婚这个事呢 是爸妈协商好的 是她们自愿的 你在这儿挤对摇摇 就没意思 自愿的 你现在给我扯 自愿离婚是不是 还写了声明 对我给你们看看声明 在这儿呢 声明 我叫李中秋 今年六十五岁 我老伴叫庄建华 今年六十七岁 我们结婚四十年 有俩儿子 现在我们自愿离婚 两个儿子都已经成家 单过 不用抚养 看见没 这上面还摁了红手印呢 姚律师 这事是你教的吧 不是 哥 那天他们来的时候 就带着红印的 真的 瑶瑶 我是你哥 她是你婆婆 你就忍心看着她 一个人单过吗 能不能别这么说话 哥 这事跟你没关系啊 我问瑶瑶呢 你是儿媳妇 你不是闺女 这事也轮不到你管吧 我们这做儿子都在这儿呢 再何况我是长子啊 这事得要我来断呀 是不是 你想管也可以 那人家都往好里劝 你可倒好 往沟里带呀 你少说两句行不行 你闭嘴 哥 咱还是想想 妈以后怎么办吧 好笨啊 姚律师 这事就不用你操心了 妈在你俩眼里啊 是累赘的 在我眼里啊 那就是宝 我接着 妈有我在呢 你怎么说话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我用嘴说话 难道用屁股跟你说话呀 赵言 装什么眼 别激动啊 我告诉你 从今天开始 我们什么关系都没有了 我们就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你们两个人不仁 也别怪我不义 出了这个门 我们谁都不认识谁 行了 你们都别吵了 我是自愿的 不关瑶瑶的事 没有他 我也会理 你不吵了 好孤独 那精彩折尺的幸福 不知不觉面目模糊 看不清楚 我们怎么 手牵手走进了迷雾 我问你有多在乎 你说你用心两空 不是不爱了 却感受不到那温度 那份幸福 越想保护 越抓不住 原来只有读懂你的心 才能读懂幸福 原来我以为最平凡的消除 却更要呵护 爱不靠天赋 只靠付出 都真实才能礼物 不怕痛才会有 爱不靠天赋 只靠付出 像一本如此的书 用心吹多才懂幸福 读懂了你就懂了 幸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